請你講一下你今天為何會出來銅鑼灣這裏 因為要得出大訴求 這個香港格鬥法局 要求政府作為大訴求 我們去蒙面法西亞 今天是近蒙面法實施的 第二 看到你這個大面罩出來遊行 為何有這樣的一個 我本來是戴後面的 但是我怕被人拍到我的人 所以我就決定擺著 擺前面 你真的覺得 如果之後會戴後面 因為我只是今天不舒服 才戴後面罩 那如果今天是蒙面法也是違法的 意思是你待會都會戴到後面 是呀是呀 因為你剛才說 我知道我要採訪 要採訪 我擔心我自己的安全 所以呢 因為現在的事後 還有沒有公義 所以呢 就令到市民很擔心 到人身安全 其實你自己都擔心的 如果你待會會戴這個面罩 被拉坐 因為你本來採訪我 我都擔心的 哦 明白明白 那你之前有什麼呢 之前你戴面罩 有什麼顧慮呢 之前我沒有戴面罩 什麼都沒有戴的 但是呢 基本人權的關係 我是必須要支持這個示威 哦 那你今天出來的自己的訴求 是什麼呢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我訴求很簡單 就是希望市民恢復全正 人身得到保障 還有香港要有三個選 還有要釋放區域的人士 還有要求落實 呃 呃 警方 呃 呃 獨立調查 呃 呃 這五大訴求 嗯 那你的大嫂呢 就電力做了 蒙面法呢 其實你是什麼看法呢 你覺得她說 用這個方法來止步 其實不是蒙面法 這麼簡單 嗯 呃 會 會 令到 這個 這個 補給法呢 會令到 呃 在1922年的 政府 政府是可以帶來消極的 就是 你隨時可以 都可以 你回去 搜查你家 呃 剝奪你的財產 呃 等你 呃 呃 呃 令到你的財產 歸納於政府 所以呢 我 我 我請政府 要收回這個條例 你覺得這個蒙面法 其實不是這麼簡單的 你覺得這個蒙面法 它後面可能有加納那些 其他的招會 洗出來 還是擔心這個 不是啊 是因為 本身的條例呢 是 可圈可點的 是 是 我看 新聞 啊 看 社會 裡面 知道的 資訊來的 那你覺得這個 這個蒙面法 據政府說 指步有沒有效果呢 你覺得 沒有用的 是 會激發我們的更加的情緒不安 嗯 明白 那你覺得應該又怎樣做呢 如果你 等一下你 我只是 出來走 我只是覺得 我不是一個暴徒 我不會 打冷玻璃 我不會 燃火 摘出飛油彈 但是呢 現在政府不知為何用他們的警員扮決威者來訂專 如果沒有獨立調查是令市民得不到真正的了解 我們是有知情權的 昨晚那些破壞你覺得是否 我不做清楚因為要獨立調查 我們都不是一個神仙 我們要得到公平的多數 但如果政府不做 你覺得香港人有甚麼出落 有甚麼想法會繼續 他有愧 他心目中有不般義 他不上公開 他藏起來 因為好像在六四天安門事件 令到大學生死了 所以就不想讓人知道 其實是真的 他是想像八三一這樣殺死人 因為他們不肯公開太子上的TV 所以令到我們很不安 所以我們會擺放鮮花 因為本身我們都是香港人 要感到到同胞的愛傷 現在你看到香港政府 現在比較拒絕聽民意 你覺得 所謂的香港有甚麼出落 可以繼續效果嗎 我們堅持到底 我們堅持到底 會不停地走出來 我是和平的 不是故事 我是想給政府聽 我是堅強不屈的 我們不停地出來 這樣令到政府知道 我們百萬人的做法 不是躲起來 是沒有數據的 不可以說他們六百萬人 是屬於他們的 明白 你今天說到這個牌 又有一個傳統 為何會有這個 針對一個公共的因素 在裏面 本身我是支持五大叔 還有習近平都挺好的 但是民意擴充 意思就是說 希望得到日本的解決 明白 請問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姓 不方便 好啊好啊 多少歲左右都可以了 都不好意思 好啊 好啊不要緊 謝謝你啊 好謝謝 謝謝你啊 因為你不是黑警 你不會死全家 是不是 是 而你警隊所有都是黑警 都是你們警隊的事 不是那個老師 講這個話的事 黑警是要死全家的 黑警是必須要死全家 黑警世世代代都要受人奏作 黑警的子女是交不到女 黑警的子女是老朋友 因為你的老婆老婆 可以做黑警 是不是 是 因為 這是一個道德良之判斷來的大女 說黑警死全家 派遞 爭氣 爆炸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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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